大家好我是阿天 這個先鋒服的幻海騎航 抱歉了這個前面兩天這個工作比較忙一點 所以沒有路 那今天我們來玩一下繼續 接下來這個活動吧 好像正式服的話 今天也已經是第3第4天了吧 那沒關係我們先來看一下 剛剛這是普通抽抽到的 連續三個紫色 還不錯 10抽有三個紫色 好那我們就直接來玩一下這個 這個什麼幻海騎航吧 剩下歷險記 我先升一下 瓦爾尼克你要給他這個 這個什麼講 這是個 雙530喔 這樣他才可以起到這個爭取時間的效用 然後密林之刺 密林之刺的話 升階 他在這個英雄商船 我滿了嗎 等一下 我先確認一下 因為這個是先鋒服的角色 先鋒服的角色我的梭莉絲滿了嗎 抱歉 梭莉絲還沒滿喔 那 那我要給他吃肥料 那海神希瑞士的話是沒有路 是還沒練 因為這個不是正式服的角色 還是有欠一點點肥料 等一下我吃一下 吃掉了 OK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英雄商船 在這個地方 英雄商船在這裡 有密林之刺 我們先升到金色 多拿一點點資源 雪焰四祖 這邊也升了 OK好 換海騎航開始 這個 剩下歷險記 好開啟 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的這個對話呢 點亮地圖 好點亮一下 20個 再點亮 好像每天就會獲得一點碎片嘛 還差一個是不是 那看來明天就應該可以全部拿完了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偵查 有三次 主意 OK 獲得這個 這個什麼 那個 德雷斯 請先解鎖區域 好 那我必須要先完成這個活動 那另外這個傳送點 感謝網友提醒 就是說 你不論在什麼地方 你點這裡都可以自動回到這個地方 我還以為說 每一個島都有一個傳送點 結果不是 那我們就開始吧 好我們先去這個新的區域 上一個區域應該是這個風暴 是風暴嗎 是這個 什麼亡靈城是不是 然後有監獄 那再來的話是左下角這一塊區域 左下角這個區域好像有點像是迷宮的地方 我們看一下 怎麼進去啊 是這個地方嗎 這裡 是寶箱 好 我們來看一下會有毒氣 建築飄在海面上 海盜 好 看一下 那我們就 選一個漂亮的這個箱子 有什麼問題再把它扔回海裡 所以 箱子不見得可以拿是不是 好我們看看下面有什麼東西 這是釣魚的地方 這個我還沒釣到 收穫次數 是18次 好 這個看來這個這個怎麼講呢 我有 今天是第三天了嘛 所以我有18次還沒釣 那這一個珍奇的魚我還沒釣 等一下影片後面我們用 快轉跳過 好那我們就先開始吧 這個箱子我們先撿一下 撿到了 有陷阱 水底升起的柵欄被攔住不能回頭了 喔不能回頭了 可是我可以傳送嗎 啊受到位置剛好不能使用 不能使用這一招了 那敵人 可以不用打嗎 他這個敵人 站在這個位置 感覺上可以不用打 好我們試試看喔 啊打完之後站人會放下來嗎 也不會齁 然後這什麼 摧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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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不行 我要站到陸地上我才可以 所以我要找一個港口可以停靠 好 然後我們先繞一繞吧 喔我剛看到又是柵欄對不對 所以走過去就不能回來了 但是因為說這個不是奇境探險 所以他不會卡關 所以我覺得你可以放心的自由自由亂走 好 就拿了 拿了柵欄就起來了 但是沒有關係喔 好我們再繼續 好打敵人 重點是寶箱都要拿到 好再來 欸 寶箱拿了 好我們就給他拿 柵欄起來就起來 沒關係 OK 這邊有兩隻敵人是不是 好都解決都解決都解決 應該這一隻SP的神 這樣子殺起來應該更快 好這個寶箱可以拿嗎 可以喔直接拿了 這個是用來打位置的敵人強敵挑戰 已經結算 獎勵 娃沒有 然後這個是奈拉已經結算 排行榜 OK 好那我們就海盜頭目喔 這是頭目喔 狼人是頭目是不是 竟然是陷阱 可惡不能如你所願 好殺 頭目是狼人但是 但是戰鬥裡面沒有狼人 打贏了 留下一尊火炮 好 這樣子 以傳統形式火炮裝在船頭 並不能將火力發揮到極致 要均勻分佈在兩側船船船 船船船 是嗎 這個火炮要 要怎麼使用 他可以 集會前來襲擊的敵人讓海盜無處遁形 看一下喔 這要怎麼用 這樣怎麼要摧毀 砰 喔 那這樣子 炸籃就開了 唉唷 五個占星抽 好這邊 釣魚 釣魚 喔這邊也是一樣 這邊有 每一個島上都會有一個稀有的這個魚種 然後就可以獲得 珍貴的100鑽 100鑽石 好摧毀 好我們都可以推 都可以通過了 OK 好 再摧毀 輕輕鬆鬆 再來 摧毀 拿寶箱不用怕 先摧毀 再拿寶箱 敵人可以摧毀嗎 我先拿 摧毀 好像 好像也不用打齁 對不對 所以這個不用上岸嘛 摧毀 我可以出來了 然後呢 傳送 回來了 自己回來了 所以說左下方探探探完了 然後我們再繼續爭吵 有這一個是 這個小公主特羅文 再來我們是去左上方 左上方 然後左上方這個地方呢 他有什麼樣 這什麼東西啊 好 我們過來看看 過來 過來 哎呀 這什麼 我變得潛水了 剛剛傳到控制被咬 而且噪音太大 耳膜都要破了 好痛苦啊 好可怕的噪音啊 我頭好痛啊 月耳的歌謠 美人魚嗎 人生於尾的東西 出現在海霧裡 看一下我聽到是噪音 穩定傳生的東西 好 船毛喔 OK所以我們要尋 啊 這怎樣 打出去是不是 那船毛在什麼地方 不大清楚耶 看一下喔 這幾個應該是打強敵的東西 然後 哇 怎麼辦 戰鬥 打出去了 打出去了 古王喔 古王的話是不是要上一個哀之啊 沒關係沒關係 我們的這個攻擊夠高 他連大招都開不起來 所以不會拖時間 出來了出來了 想拖我時間 不過古王真的是沒有任何招式可以 可以阻止他這個 這個復活 好 寶箱 寶箱 然後 不要靠近 這個 這個地方不要 不要靠近那個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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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靠近的話就是會被敵人圍住 所以應該是要慢慢點啦 被圍住也沒關係啦 海怪 賽刃控制的海怪 賽刃 讓我想到那個字念 那個字念人啊 就是 我最近在玩那個寶可夢 有一個西斯海人 然後有沒有這個地方 賽人喔 這個不是 不是王 那時候 我想說 這不是在西斯海王嗎 結果我女兒說是西斯海人 我要跟他講說啊你那個長大之後你會多學點字 結果真的是 這真的是念人耶 我小朋友真的好厲害 好看一下齁 怎麼又碰到了 好沒關係齁 我們先打出去 所以這個地方要拿到一個什麼 穩住船身的船矛嗎 好像 好像也 沒有拿到也沒關係嘛 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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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個疊了嘛 因為我覺得每一個地圖重點就是拿一些小寶物還有那個信物 然後再來就是釣魚了齁 然後天蹭 圓圓圓圓圓圓 阿阿阿又又 這個自動巡路 往右邊多靠了一下 討厭 好這樣子 出來了出來了出來了 打這邊 好啦好啦我已經碰很多次了齁 別人應該打得差不多了 好釣魚 OK又是一個新的島 海骨圖騰 在左邊在左邊我看到了 我要先往上 小心走小心走 這裡 不要聆聽歌聲 快將船矛拋下 讓迷留者的心沉入海底 獲得了 鑄鋼抓矛 如果不想被船被揚流推行的話 鑄鋼兒子的船矛可以增加船的抓力 好 然後第3個 好第3個boss 原來是迪賽拉 以解鎖位置的敵人3 爆傷海妖 然後21小時4三分結算 喔那我要趕快打了 好獎勵 都是一樣的 排行榜 一樣我們來超大道 索羅斯女僕 雙子羅萬 莫塔斯 怎麼都一樣 好那我們就打一下吧 索羅斯 女僕 女僕女僕 雙子 羅萬 莫塔斯 三個冒險道具喔 看一下喔 我們要選什麼呢 提升幾方英雄20%級數 好就這個 三次必定暴擊 好這個海骨圖騰 然後再來 敵方半場增加破防跟破魔 索羅斯 會衝過去 每5次後續增加30% 好猶豫喔 破防跟破魔 我選擇海獸獠牙 好就這個樣子 可以直接跳過喔 漂亮啦 各十百千萬 10萬百萬千萬億 哇糟糕9億喔 我記得好像要打50億耶 這樣才打9億喔糟糕 看來是這個 設定的這個冒險道具不對 我們可以看到其他 其他大大設定的這個冒險道具嗎 英雄資訊 神器 並沒有 那我們來換個冒險道具好了 海獸獠牙 這個不要好了 提升 上限這個 後續10秒內提 這個勒 好這樣子 換一個 換一個 好一咪咪 增加了2億 11億 可是 離獎力還是差很遠喔 11億 糟糕 怎麼辦呢 3次必定暴擊 提升70% 我覺得這個不錯啊 20點極速 不然就 不要這個 也許破防比較重要 極速不重要會不會 看一下喔 我的紀錄 戰鬥紀錄 怎麼都只有11億而已 好爛喔 好 我們再換一下 海骨圖騰不要了 增加極速 好不好 這樣子 這只有第3下 嘿 哎呀 好像還是沒有 沒有什麼進步 好啦 那所以說大概是這個樣子 這個就是 到時候再試試看 好那這樣子呢 這邊打完之後呢 我看一下 走過來 哎呀 就不會碰到敵人了 小心那蛊惑人心的歌聲 啊這樣就沒事了是不是 好 所以這是第3個地圖 就這個樣子 結束了 然後呢 再來是 這應該是第4 第5個地圖吧 看一下喔 這邊有海草 好 我們再回來喔 其實也不用回來 你可以遠遠的去 去偵查 OK再來是這邊 獅子 好我們來看一下喔 上面有什麼東西 又是漩渦但是我已經有道具啦 我已經不怕漩渦啦 然後怎麼進來勒這裡 好 這邊應該是會有一個 上岸的地方吧 火炮 好猛的攻擊 炮火連天 不要陷入回擊很危險 現在遭受了火炮的猛烈衝擊 我們得避開攻勢 OK 看來砲台吹毀 不如我們把他們都吹毀掉 這樣就不會受到攻擊了 這麼多砲台 如果我們無法防禦火炮的攻擊 河豚號被擊毀是遲早的事情 所以我們需要一種特製的裝甲 海盜守軍聽到的爆炸聲 提高了警戒 可是我要怎麼摧毀 我無法抵達 我可以上來嗎 靠岸 上去上去上去 不能上去 喔 提高了警惕 提高警惕會怎麼樣子 所以我要找裝甲 這裡嗎 上岸 喔 又提高了警惕 上來了 摧毀 不行 戰鬥 好 不知道提高警惕是什麼意思喔 是多一個敵人嗎 好 摧毀了 然後我們再過來 把守軍打掉 也許在後面拿到的新物還可以再幫忙打強敵喔 裝甲應該在北邊 這邊又可以釣魚了 喔 又可以釣新的魚了 好我們先把這個岸上的這個砲都 都全部都集成了 好 跟掉了 振奮號角 獲取能量提高20% 為攻擊力最高 這個好像也是不錯 再來喔 急迫急迫 這什麼東西 看來是沒東西 好走 往哪邊走呢 這裡 在北邊喔 在北邊 這裡嗎 好 切換 上岸 左下角 右下角有一個大寶箱 是獅子啊 牛佐拉斯喔 好 這邊還有一個小敵人 我們來看一下那個是不是就是那個什麼 裝甲呢 負荷裝甲 哇 這樣子 那這樣子我就應該不用刻意去摧毀砲台了 這邊有個信物 強攻號角 每秒獲得10點能量 能量高的時候傷害增加25% 等一下又來打打看強敵喔 切換 好我們還要再拿這個東西 這邊怎麼過去啊 咻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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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這裡怎麼過去 這裡有 對呀 這邊怎麼過去 對齁 奇怪 出來 不行啊 這裡怎麼前往啊 有誰可以告訴我 啊 我看到了這邊有個礁石啦 咻 那 可是這邊被圍起來啦 所以我要 我要從上面出去 可是我出不去啦這邊都被圍起來啦 所以他是從這個地方 可是我怎麼去這裡呀 等一下喔 我看 我們的次數又完了吧 對齁 又完了齁 那 那我要怎麼過去 我們看一下喔 反彈 竟敢破壞艦長的砲台 你們會付出代價的 餘損的合同號 我們記住了 好這樣子 海盜跟班 OK結束了 那我要怎麼落到 落到上面去啊 我好像 對啊 無法前往 這裡要怎麼過去啊 對啊 他是從這個礁石打破進去 但是上面都被圍起來了 這地方都被圍起來了 還是其中一個地方是 還是其中一個地方是 是礁石可以打破 研究一下 看一下喔 這個礁石我們是可以破壞 這是第二天的這個活動 我們仔細 所以 地毯式搜索 這邊都是大石頭打不破 大石頭大石頭大石頭 我不知道怎麼去左上 所以好像就是這個樣子 也許左上是 用其他的方式過去 因為看起來這邊 路都不通啊 路都不通啊 我過來這個地方 然後 然後 對啊 也沒什麼地方可以過去啊 好吧 那不知道怎麼過去 那就 那就影片就先這個樣子 所以說今天大概是到這個地方 然後強敵挑戰的話是 哇 真的都獲得了 一鍵領取 再三個 階級就可以領到 免費的這個拉庫的這個造型 所以大概是這個樣子吧 也許明天 在開新的地圖之後 就可以打 爆傷 爆傷名妖 我剛拿到三個 三個新的這個 這個 信物不知道行不行 繼續挑戰 哇 300鑽石重製挑戰次數 然後試一下 換一下冒險道具 我覺得這個爆傷增幅應該是有效的 然後這個沒什麼效 因為我剛剛放了這個之後 反而攻擊力下降了 那麼看 強攻號角 呃 獲取能量 這個 每秒獲得10點能量 這個好了 能量最重要 對不對 打能量喔 嘿 有嗎有嗎有嗎 哇更爛 更爛 好啦 那沒關係到時候再上網這個找攻略喔 那影片就先到這邊了 謝謝大家觀看 我是阿天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受到非暴擊傷害 及生命流失效果降低90% 受到非暴擊傷害 所以他一定要暴擊喔 抱歉抱歉 應該看看這個boss的這個屬性喔 他一定要暴擊 所以我們要 我們要找跟這個暴擊有關係的喔 急速 沒有暴擊沒有意義耶 那一定是這個啦 暴擊對不對 還有什麼跟暴擊有關係 攻擊力提升 這什麼啊 位置發生過變化 索羅斯不會動了 提位於敵方半場 所以 海獸獠牙一定要上 海獸獠牙一定要上 然後 然後再來我就不知道了 海獸獠牙再加上這個暴擊嗎 因為 他暴擊才會有傷害嘛 所以這個是三次必定暴擊 這樣子 喔真的耶 打高了一點點 不過 也就是一點點啦 所以所以所以看來這個這個 海獸獠牙是一定要的 然後再來就是 如果這個換成強攻號角 能量獲取增加 雙子一直開大 好像更爛了 好啦那影片先這樣子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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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